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门端 嗨 嫂 房间是你嫂子收拾的 饭菜是我带来的 坐 吃饭 来 饿了吧 吃吧 门端 如果我说 辞退你嫂子是为了你 你信吗 信 这么干脆 李叔他们 本来对我当了一个生产经理就不满 我又擅自做主 招了嫂子进场 如果你不自卫我嫂子 根本没法保住我 这会儿还是挺明白的嘛 艾总 又要给你添麻烦了 知道给我添麻烦就好 从明天开始 打起精神好好干 艾总 我之前跟你说辞职 并不是开玩笑的 你真要为了你嫂子 丢下我 你真要为了你嫂子 不是那个意思 艾总 我只是觉得 我最近心里面乱得很 我 我怕我没法再胜任那份工作了 你必须胜任 你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公司还有很多其他人 你跟 squad sir 行 这场子 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我必须保住它 你看到啦 场子里这些人 都不是百分之百听我的 我需要你 请为我打起精神好吗 你别这么紧跟着我 不行 爷爷 你到底要到哪里玩啊 你还管得真宽你啊 你还管得真宽你啊 你管得真宽你啊 慢着慢着 老板 你这有个笔有个纸没有 有 谢谢啊 你要写什么呀 你别管 你挑点苹果 挑点橘子 好 要好的 好 知道了 好了没有 好了 爷爷 咱们回家 我往那边走 好 走 好 好 喝点啥呀 你站着看着我傻笑你 你 小艾呢 小艾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你这身体最近咋样啊 好着呢 你和小艾好不好啊 好 好 我和小艾好了 都亏了你 别站着了 进屋坐着走 爷爷 咱们赶快回去吧 艾总要是发现你不在 会说我的 要回你先回去 我等等小艾走 不行 只有我一个人回去的话 会被艾总说的 行 那是这儿 你和小艾好了 那就好 那这都是水果 给你 你和小艾好好吃 我们俩好好吃 小艾开店 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放心吧 第一时间就通知您 走 我送你们俩回去 不不不不 你还是先把水果提进去 那我给您送门口 不不不 还是先停回去 行 我拿水果回去 那路上慢点啊 注意安全 回头我和小艾看您去 稍等 不不不不 在这个地方 尽热 我送你 去尽热 郁和小艾看您 开始 我依然 把沈厅 糊 你先走 你先走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你也早点休息 你正坐起来我就放心了 好的 明天见 嗯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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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你等着吧 文队 如果想报仇的话 你就冲我来 这事跟喜爱没关系 不许为难他 当然冲你来啊 你干吗 我找阿姨 艾总一家已经休息了 你不要打扰他 这是阿姨落在我内的村子 麻烦你转交给他 古天明 你就这么自信 我嫂子一定不会离开你啊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咋了 到底咋了 简安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 可以把咱俩分开 十九号 也就是说上周三你还见过存哲 对 警察同志 您多费心了 这钱丢了不怕 就怕爷爷被骗 你放心 我们会全力侦破 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从上周三到今天 老人都去过什么地方 见过什么人 越详细越好 我 我 怎么了 小乔 没事 见了警察 你就实话实说 对不起 艾总 我骗了你 爷爷前几天去过一趟修车铺 修车铺 回来了 饭都做好了 啥日子啊 你这酒还摆上了 你说啥日子啊 你生日 忘了 没 没忘啊 就是 好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了 给你做了长寿面趁热吃 你咋记得我的生日啊 这是一个惊喜 我把面吃了 别咬断了啊 慢点 别强着了 我把鸡蛋也吃了 吃吧 吃吧 吃完了面 还有生日里面 给我买的 我亲手做的 你做的 嗯 那什么事 真合适 好看 好看啊 吃饭吧 吃饭吧 我给你穿去吃啊 我给你三个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回头你再坐一下 跟着能搭上的 咱俩结婚的时候穿 结婚哪能穿这个呀 结婚的时候 我再给咱俩坐一趟 喝一杯 好嘞 好吃 嗯 哆嗦什么呀 高兴 来 祝你 肠明白的 对 祝咱俩白头到老 祝我们和和妹妹 就是她 阿姨也见过她之后 给了她一袋的水果 你就是普天明 我是 普天明 安石亚家的保姆说 老人家曾经到过你的修理铺 给了你一袋水果 有这事吧 有这事 怎么了 是不是阿姨出什么事了 安石亚说 他们家丢了一个存折 老爷子给我的水果里 是有一个存折 但是存折我给门堆了呀 警察同志 我没有收到过任何东西 更别说什么存折了 你有证人和证据 能证明你把存折给他了吗 没有 那还是麻烦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天明 没事 人家丢了东西 咱去配合调查一下吧 放心吧 很快就回 我在这儿等你 我在这儿等你 你存折是你拿走的对不对 你跟我说实话 你就这么狠心 非得把天明往牢里送 他自己被安好心做错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了解天明 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门堆 我知道你恨他 可是你不能因为仇恨 就坏了自己的良性 你非得把人往死里逼你才痛快 对 他坐牢了我很痛快 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让害死我哥的凶手 遭到报应 门槛的死是个意外 再说了 你就是把天明送到牢里 也换不回你哥的命 嫂子 你现在宁愿相信一个外人 都不肯相信我是吧 不不不 我忘了 古天明不是外人 我才是外人 嫂子 我哥没了 我一直把你当最亲的人 咱家受的所有苦 你造的那些所有罪 全部都是因为古天明 可是你现在还在处处维护他 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你饿死的时候 我跟他是新婚 我比任何人都难过 可是你现在这个人 让我更难过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杀人偿命 是 瞧瞧这股门灯 干的这什么事这是 太缺德了 这不是个东西 你跟我哥对他那么好 那么护着他 他可倒好 还害我哥 不行 我得找他算账去 金枫 你别冲动 你听我说 我今天已经找过他了 他正在气头上呢 而且因为门槛的事 他已经记恨上天明了 你去了只会添乱 我还怕他不成 我古金枫也不是好惹的 媳妇 你就别跟人家吵架了 吵架算什么 我还想打他呢 他古门堆在村里 就是个小屁孩 跑城里来人五人六的 嚣张起来了 我就是要面试他的威风 金枫 我今天已经跟他 大吵一架了 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 如果你想天明 赶紧出来的话 那这事就交给我处理吧 你还有啥办法 就会过去吧 阿总 你不是出去办事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办什么事去了 我 行 先进去吧 我有话跟你说 门嘟 我爷爷的那笔钱 你跟我说实话 存折到底怎么回事 等我一下 都在这儿了 真是你拿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和古天明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他怎么你了 我不想说 也没有必要再说了 你不说我怎么帮你 门嘟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诬陷 你是要抚法律责任的 我不用你帮我 如果你想说出去 我也不会怪你 我愿意接受惩罚 门嘟 我是看着你 从一个莽撞的小伙子 逐渐成熟起来 我看中的是你的能力 你的才华 我更看中的是你的人品 不要让我因为这件事 瞧不起你 已经这样了 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 门嘟 现在还来得及 只要你自己去说清楚 还总你不懂 这是古天明应当受到的惩罚 喂 你稍等一下 任喜来找你 见不见 你跟他说 我和古经理暂且不在公司 出差去了 谢谢 你谢我什么 至少你还站在我这边 你错了 我没有站在你这边 我是把改正错误的机会 留给你自己 但愿你别让我失望 但愿你别让我失望 你怎么来了 你好 你好 爷爷老念叨你呢 快进来吧 爷爷怎么咋样啊 又糊涂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丛哲 你先进 我给你倒杯茶去 来 小海 你怎么来了 爷爷 你认得我 我怎么不认得你呢 天明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 谢天谢地 爷爷 你总算清醒了 爷爷 你记不记得 你给过天明一个存折 存折 他们因为这个 把天明给拘留了 说天明骗了你的钱 你要是清醒了 能跟我去趟公安局 给他做个证吗 谁啊 天明啊 天明 天亮了好啊 天亮了我就能去找我孙女 给我孙女去了 爷爷 小艾姐 喝茶 哎 哎 孙女啊 我孙女去呢 嗯 您孙女去一会儿就回来 这 这 我刚才还以为爷爷清醒 我没想到 没想到 爷爷最近清醒的时间 是越来越少了 好好照顾好爷爷 我先走了 那我们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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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eno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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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那个警察叔叔 这是我未婚妻 别跟我欺皮笑脸 谁是你说说的 是 警察同志 抓紧时间啊 还皮 我都急死了 急啥呀 我都问过警察同志了 他们说我这罪啊 最多判个三年五年 我都想好了 要真判我的话 我就在里面 把我那修车技术 全面地提升一下 等我出去的时候 我把我那小铺的 办成全是服务最好的 技术最好的 将来不能叫修车铺了啊 你到时候还得 替我想个名字 将来的事以后再说吧 先想想眼下的 咱们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呀 啥办我也没有 我要想出去 门队就得进来 先不想这些了 问一句话 我要真背叛了 你会等我吗 你别胡说 我一会儿就出去想办法 我去找律师 我好好问一下 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别说三年五年了 一辈子我都等你 一辈子我都等你 我现在是心里呀 特踏实 鲜爱 你这辈子 是我顾天明的心啊 你们要是就这么走了 公司这笔订单怎么办 你们为公司想过没有啊 艾总 这公司是您的 我们又没有什么股份 不关我们的事儿 既然你这么袒护着谷经理 而且忽略了我们这些老员工 说明谷经理也有过人之处 这笔单子你交给他好了 李叔 有什么不满意您就说出来 咱们可以公平公正地解决 没有必要在这儿要挟 我没有要挟啊 我和小林来 就是向你提出辞职的 因为有另一家服装厂 已经向我们发出邀请函了 那也要等到这笔订单完成了再说吧 您说吧 他们给开什么价 我照给 不不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靠钱来解决 你要是真心想叫我们留下 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别让谷门都当个这个经理了 我们的老员工 任何一个人都比他强 我最喜欢的 你不在哪里 你们有点多谷门都なん 你会一个情況 我认为说 好吃吗 好 我认为我们来捍卫 你也有多少 实际上 我认为你受到厂呀 你是 Emerald 你也会受到厂呀 我认为你一切 我认为那真心心的 你这还可找到了 又有把我们做人证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能证明他把存证给还回去 律师说 按照法律规定 就可以判他有罪了 那老头呢 能不能把老头 找回来给我哥作证了呀 我已经去找回老爷子了 老人家正糊涂着呢 就算是他清醒 他患有老年痴呆症 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说的话也做不了书 喜爱姐 要是咱们替天明哥把钱凑齐还回去 他是不是就不用挫牢了 就算是把钱还回去了 也只能抵消民事责任 行事责任还是得承担 说败了就是还得坐牢 那可咋办呀 那能不能找银行查查 看谁把钱取走 对 对啊 去银行一查不就清楚了吗 对啊 我为啥这么恨天明 难道自己到现在还放不下嫂子 可如果真的心疼嫂子 应该希望她后半辈子能幸福才对啊 能不能给你带来 对啊 我快点了 都没有了 我所以想感觉 好 艾总 门嘟 这么晚还在啊 你还没吃饭呢吧 要不要我去宿舍 跟你下碗面 不用了 你坐 门嘟 我有话跟你说 门嘟 我对你咋样 艾总 这还用说吗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收留了我 你不但鼓励我 培养我 还让我去上殿大 你不仅对我有治愈之恩 可以说 如果没有你 我古门嘟一定不会有今天 那我问你 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艾总 你 什么意思啊 别人都说我是女强人 可我哪儿强了 那都是在人面前撑着 每当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浑身的筋骨 都垮下来了 这些年 每次我撑不住的时候 你递过来一杯热茶 一碗热汤面 我觉得都是在给我加油 我习惯你在我身边了 我觉得你在我身边 天大的事都不是事了 艾总 我知道顾天明的事 你对我有看法 你也一直在为我遮掩 我让你说了 我说了 这件事留给你自己解决 但是眼下公司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李叔和林设计师 提出辞职 我挽留他们 可他们提出的条件是 是要你辞去经理的职务 说实话 李叔真的要走 我还巴不得呢 我们俩在工作上 向来不合 可眼下最要紧的 就是咱们的订单 能够按照合同日期 如期完成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 我答应辞职 我想拥抱人 小莫的 懒人呢 把鞋撑到大前向下 都走一遍 都走一遍 你愿意吗 我要真背叛了 你会等我吗 你会拥到新闻 我一定会要好好多xy 因此我最近没有在亭之有的 姐啊 不是 不是让你看住他吗 跟你说多少次了 爷爷现在糊涂不能出门 出门就有危险 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别吵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 还好没出什么大事 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行了 去给爷爷倒杯热水 爷爷 我得回厂子里了 又要走啊 这还没做暖和呢 厂子里正出事呢 一大批订单都没着落 多让你着急啊 我说小雅呀 你就不能陪着爷爷出去转转 要不在家 咱们好好说说话 好 哪天我好好陪陪你 好吧 那是胡萝卜馅的 赶紧乘乘吃吧 来 知道你喜欢吃饺子 下次来啊 给你做牛肉酒黄饺 太香了 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 只要是开始查的话 很快就能查出是谁取走了钱 可是这样一来 门堆就要麻烦了 我出去 门堆就在亲那儿 算了 我在这儿待着 挺好的 天明 你看当年你只是撞坏了门槛的车灯 门槛的死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年你都这么煎熬 我就不相信 门堆他害了你 他能心安理得 再等等吧 也许很快 他就会明白的 到时候就亡羊补牢了 够吗 好吃 香 李叔 林设计师 来 坐 李叔 李叔 股经理知道这件事后 主动提出辞职 看来艾总 真的是想明白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留下 但是 我没同意 我不同意股经理离开 一方面 是他有能力担当大人 另一方面 我想说的是责任感 在公司关键的时候 有人选择了离开 有人为了顾全大局 宁可牺牲自己的职务 您说我应该用谁 行了 我知道了 林设计师 李叔走 你没必要走啊 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了吗 艾总 您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我 但是这件事上 我听德顺哥的 他对我有恩 如果不是他机缘巧合地帮我 我也当不了设计师 你不能走 你走了公司这笔损失 谁来承担 如果你非要走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我可以告你违反合同 艾总 你告不了我们 合同上周 就已经到期了 就已经到期了 告辞了 艾总 好